你好 我是陳永林 人家說做醫生要考很多張文憑 才可以成為一個專業的醫生 但是原來香港有BB醫生 今天很有幸邀請到BB醫生的創辦人阿喬 來到這裏分享一下他這三年的創辦經歷 好 阿喬 想問一下你BB醫生是怎樣來的 這個名字 那時其實香港有動物醫生 因為自己有小朋友 帶自己的小朋友去探望他太高 發現原來一個小朋友真的可以令到別人很開心 他不單止平時在家裏也會令到我們很開心 原來他令到外面的人 那些男人家有的事都很開心 所以不如動物都可以 其實小朋友都可以 BB 用了BB這個名字 所以就來了BB醫生 BB醫生是怎樣去運作的呢 BB醫生是大概幾歲至幾歲的 我們是一個成立的 住宅的慈善機構 我們是一個社企模式的營運 六個月至六歲的小朋友 都可以參加成為BB醫生 其實帶他們進去一些醫養院 剛才跟你談過的介意 其實還有什麼地方他們會去 主要我們現在去一些長者的地方 我們的服務隊還是長者 因為小朋友和長者 基本上一黏起來就馬上有課花了 除了院舍之外 我們都會去一些長者中心 或者日間中心 日間中心就是 那些老人家去到那個地方上學 又會放學的 他不是在那裡住的 也會去一些獨居長者住的地方 主要是長者的地方 我們都會去 那做些什麼活動 可不可以多說一些給我們聽 很簡單很簡單 小朋友其實六個月至六歲 他未必會做些什麼特別的事情 但我們很重要的概念就是 小朋友他做回自己 他不需要去扮演什麼人的 他可能是很活躍 可能是很挑剔 也可能是很治愈系 那無論他自己是怎樣都好 他都可以來做自己 其實那些公公婆婆 見到那個小朋友 自自然就開心的 就是我們的活動也是可能 一些很簡單 小朋友能夠做得到的事情 例如是握手 握手 例如是貼貼紙 我們會準備貼紙 那小朋友自己撕 然後就貼在你手上 其實這一刻貼 其實都等於一個 好像身體接觸那樣 那其實小朋友就 無形中跟那個老人家 有些這樣的 就是有些接觸那樣 那就 用這些簡單的方法 希望他們可以 就是 就是 建立到的關係 嗯 你透過什麼渠道 找到那些小朋友呢 其實因為 譬如香港的家長 都緊張 又說怪獸家長 又怕那些小朋友 怎樣 浪費了時間 不讀書 或者是 所有事情 我們其實主要是 都是透過Facebook 就是 三年前 在Facebook 開始 我們有這個活動 那樣 我們其實那時候 有個簡介會 因為整件事很新 啊 究竟做什麼呢 那我們就說 我們有個簡介會 你可以來個簡介會 聽一下我們做些什麼 然後呢 你才再決定你參不參加 其實到現在為止 我們 就是Facebook之後 也都有自己的網頁 他們所有報名的 那個程序 都在網上做了 以前就不是的 以前是 可能要打電話 或者Email 那我們就手抄了他們的名字 還有資料 現在就不用了 在網上才能打電話 那大概有多少家長 或小朋友 參與過這個活動 現在 我們三年 大約有二千個家庭 就已經參加過 我們的 就是 嬰兒醫生的服務 那 有一部分 可能來過一次的 但是有一半以上 都是來過兩次 或者以上 就是他的Return Rate 都挺高 就是他參加完一次之後 他再來 就是代表他都很喜歡這種服務 或者他很喜歡玩 嗯 還有那些小朋友有趣的 就是他來過很多次 他會記得 嬰兒醫生裡面的一些 很重要的細節 例如剛才那個握手 那他們就會 可能在自己家裡搭電梯 他見到這些公公婆婆婆 他就會跟那些公公婆婆婆握手 就是他把這個細節 帶入到他的生活那裡 就是他又記得自己是嬰兒醫生 這個也挺有趣的 OK 有沒有什麼難忘事 可以跟人分享一下 我希望更難忘的會出現 其實很多事情都很開心的 我又不說得很難忘 我只能說我期望一些很難忘的事情會發生 例如我經常想 會不會20年之後 當成20年之後 然後有個人走出來 就說我20年前參加嬰兒醫生 為什麼我今天會做社工呢 就是因為我以前 爹地媽媽帶他去做嬰兒醫生 我都學會關心社會 所以我今天就做社工了 這件事我就想見到 我就會覺得很難忘 比如你做一些推廣活動 有沒有遇上一些什麼困難 或者接受服務的群體 那個群體會不會有些拒絕 剛才你會說家長 其實對家長都是很困難的事情 不要說只是香港 尤其是香港是尤其是 但不只是香港 很多時候就會問 很多人會問 會不會有證書 參加完之後 會不會有什麼獎 所以我們剛才說有簡介會 就是他來到我真的會告訴他 我們沒有證書的 這件事是很斬釘字填好的 服務時數會不會計立那個義工的團隊 他可以自己去參加一些 即是現成有的服務時數計劃 他可以來到 他來了之後 我可以幫他簽這個時數 但我們自己就沒有計算這件事 我們因為真的很想這件事 很自然地發生 即是你來到不是為了某些某些事情 你來到即是分享 主要幫我分享 喜悅 愛喜悅這些事情 所以我們就沒有這些 但當然他要的 我們也會幫他簽的 那譬如最初三年前 你是辭了正職 才來做這個 成立這個organization 其實剛才說 我女兒是四年前 探她泰工 然後我基本上那時候做了社工 那整件事穩養了一年 就是我一直在工作崗位到工作 我說我要做了 我要成立這件事了 但是因為在上班 所以就沒有做到 所以後來都不行了 即是得起心幹了 就辭了一份工 接著就成立了 其實那時候辭工 辭工那一刻是七月的離職 其實九月就是我第二 即其實我太太已經達到的 太太是九月遇上期 所以其實 其實預了知道兩個月後 第二個女兒就出生了 就是很忙的了 但是都沒有辦法 都要辭了一份工 就是 有什麽要逼你去辭了一份工 你其實做社工都是在服務社會的 是那個不行 剛才你說的不行的位置在哪裏 一來都會有忙的時候 但是我又會覺得忙著那些事 未必是自己心目中想 所想的那種價值 很多時候交數字那些事 還有我也想做多些 大些 還有應該是可以影響世界 即是自己在想 不只是我服務著 可能二百個服務手中 而是講整個世界 究竟那麼多人 那麼多億人 怎麽樣可以令到整個世界 變得更加美好呢 怎麽改變這些 有些不同的潛規則 或者改變一些規則 那 是的 那要專注的 做一些事情 所以一定要遲了去 然後就專注在 kick start 這件事 給一個時間自己 說可能三個月 我要三個月之後 做到什麽什麽效果 做到 那個案子 做不到 拜拜 回去做社工 那時做到什麽效果 有多少人參加 做了幾次活動 他們的反應是什麽樣 他們會否回復呢 接著他再估計 究竟未來這條路 那時是一個叫做pilot的試驗 嗯 那譬如資金上面 當時譬如帶他們 譬如你說去到一些軟石 可能你要準備一些消毒資金給他 其實這些都是模型 都是有些錢 那你當時怎麽去做 是否自己塗錢包出來 自己 一定有的 那些都是很小的數目 算是 大數目的可能是 我們要找個會計師 幫我們去處理一些法律文件 那些東西 那些才是自己塗出來的 但是恆上其實我們這個NGO 成立都是以一個社機模式 其實家長是會給錢我們 去報名參加我們這個報告 那是有一個商業模式在裏面的 就是由始至終都是這樣 那 就是這樣 有沒有人主動捐贈呢 有什麼頁接受呢 有的 我們開始了訪問之後 真的有些家長會說 喂 我很喜歡你們 剛剛過農曆年了 我女兒有些禮事錢 她想捐給我們 但是當時我跟她們說 我就拒絕了的 當時我真的拒絕了 我說你保持住她 那些是屬於你的女兒 或者如果你真的要捐的 你可以捐給其他地方 我們這裡 我們不是 我最主要不是想收取捐款 我們希望自己 有一個營運的機制 一個商業模式在裏面 來令我們能夠維持 所以當時拒絕了 明白 你有沒有帶自己的小朋友去參與這個活動 當然有 因為我們要做事 每一次都是 幾乎每一次都是 就是她們去了百多次 開始就以一個參加者身份 就是她一樣去到貼貼紙 一樣去到跟那些公公婆玩 現在近一點 因為去了很多次 而且開始長大 她就開始做一個幫助 就是她開始派貼紙 開始派我們的物資 開始去管理 你已經明白那個運作是怎樣 是的 是的 這樣 譬如接下來 我就看到你網站上面 就說到一些資助 基金那些 可不可以多說一些 怎樣幫助 外面的社會的機構 怎樣幫助你們 繼續運作 這樣 要成立一個這樣的機構 真的不容易 尤其是一些set up course 我們叫做seed fund 就是網頁 或者基建的東西 那些是一些大塊錢 所以我們就申請了這些資助 包括有李嘉誠基金 還有是升遷社會的優法基金 他們各自都給了我們20萬 就是經過一些程序 投票 見計劃等等 然後就拿了一些錢 然後我們又會請了一些part time幫忙 然後又會搞一些網頁 在IT上面做了很多功夫 令到整件事自動化了 就是報名程序等等 然後我們就可以抽身出來 做好服務 搞好一些marketing 做好一些策略上面的東西 還有繼續去建立我們的一些 認識不同的network 就是可能這些investor 或者建立一些impact investor 或者是一些financial investor 都有 就要多些時間做這些東西 你想得到的一些 譬如經濟上面的投資者 類似是哪些人呢 其實我們focus想找impact investor 意思是 很多我們出去談過很多的 很多時候都是 好了我們賺錢了 因為現在我們有慈善機構 那慈善機構的不同之處就是 股東不能夠分紅的 是的 所以就算你給錢我入股了 但是因為沒有股份 我不能夠分錢給他 這個就搞不定了 談不定了 因為通常都是 他當然想賺錢的 但是其實我 到現在我都是 很想堅持這裏是一個 一個慈善機構的模式 目的是因為 我們很想focus在impact上面 而不是那個 利潤 利潤上面 有impact一定有利潤的 我搞好我這裏的impact 我不擔心沒有利潤 但是究竟利潤我是不是分了 去給 可能有些 投資者或者分了給別人呢 我又反而不太想 我想那些錢是放在這裏 對 我能夠繼續發展到我的服務 或者甚至其實一件事我都想做的 除了發展到自己的嬰兒生這個服務之外 我想將來 可能cash flow 比較充裕了 我想將那些錢 去幫一些小型的 可能系機構或者社企 幫助他們去發展他們的業務 令到他們把他們的impact 帶到出來 因為其實小機構是很難 很難賺到資金的 所以反而我 因為自己都向小機構開設 都不叫小 蚊型的資金 就是我都想 如果真的有能力的 反而幫他們 去令到那些impact 帶出來社會上面 那些錢我希望這樣用 明白 但是可不可以告訴觀眾聽 你其實是一個人做 還是一貼人做 這個社企 幾乎 基本上是一個人做 就是我和太太一起做 幫助 幫忙 但是主要都是我去處理所有的事情 基本上事無大小 所以是很需要很需要 我真的很期望有一個co-founder 或者一個partner 或者一條team 就是一條team 一齊有不同的崗位 做其他不同的事情 在香港來說是這樣 其實甚至很想去到不同 東南亞其他地方 就是台灣 我下午晚點會找一個朋友 他跟我們聊天 一些台灣發展嬰兒醫生的服務 或者是新加坡 日本等等等等 我們希望去到不同的地方 都會有嬰兒醫生 那你未來計劃的重點在哪裏 都是剛才說過其他地方 這是第一件事 有其他地方有嬰兒醫生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就是 我們有一個叫嬰兒治療 剛才說嬰兒醫生的探訪 都是給分的 是 是 是 很簡單的 是 是 很自然的事情 我們其實之前做過兩期 每期三個月 就是一些固定的 和持續性的 不是一次探訪完就離開了 而是 我逢星期六 幾點至幾點一個小時 我就有一班小朋友 會來到 去到中心裡 和一班老人家去玩 那班老人家是什麼人 他們是一些腦退化症長者 OK 我們就會導師 然後帶領這個 叫做Pay Group 這個Pay Group 有老人家 有小朋友 裡面有一些 腦退化症的治療元素 在裡面 好了 其實老人家 本身都會接受這些治療 可能是音樂治療 可能是壞面治療等等 本身都是治療他的腦退化症 不過他不是由個醫生 或者不是有個治療師 去跟他做那個治療 而是有班小朋友 做一個媒介 那麼他覺得 他會溫暖很多 他會願意去接受這種服務 他不會害怕 我不想看醫生 我不想 我希望透過小朋友 這種能力 接觸 對 做一個喬良 做一個媒介 去把治療效果 帶得更加好 然後我們也會做一些研究 就是 除了剛才說的那種 現有的治療之外 我們可不可以 在嬰兒或小朋友身上 找到一些 他才能夠做到 幫助到這班老人家 治療腦退化症的一些元素 或者治療效果成效 我們就會有這些研究 這個又是一個重點 嬰兒醫生的活動 是否都是星期六日舉行的 主要是星期六日 因為家長 多數星期六日才有空 好的 很感謝你來做我們的訪問 聽完嘉賓的分享之後 下次大家如果不開心的話 可以考慮和嬰兒接觸一下 可能他們會帶到一些開心給大家 好了 今次的訪問到這裏 下次再見 consideration 下手 請問一下 ình焦 咱的聲音 請問一下